作为超级武器装备制造厂的中国兵工集团 为什么进军奢侈品行业 还一出手就直接打破欧美技术壁垒 未来除了军民 中国兵工女性粉丝会不会更多 说到中国兵工集团 不少军事爱好者都会竖起大拇指 甚至对他们手上诞生的一款又一款装备如数家珍 但近日 这一强大的军事装备供应商 似乎开始厌倦自己的身份 转而对奢侈品行业充满兴趣 并且还一出手就是狠招 就在几天前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中南钻石公司正式面向全球 推出大颗粒手势用钻石 表明我国在钻石工艺领域迎来重大突破 打破外国巨头 对钻石品领域主流原材料的垄断 让中国钻石饰品领跑全球 据介绍 早前在钻石培育领域 国产六面顶压机限于工艺 一直未能很好满足长时间合成的行业难题 而这也大大限制了我国 宝石级培育钻石的规模化生产 如今 中南钻石公司集结大量顶尖专家 终于攻克了触媒配方 及支配的技术壁垒 有望为我国奢侈品行业迎来下一个产业十年 突破欧美技术封锁 通过该技术 中南钻石公司能做到20克兰以内 大尺寸高温高压培育钻石 并且在黄钻 蓝钻 紫钻等彩色钻石的生产技术上 实现重大突破 这一成功也大大拓展了全球培育钻石的应用领域 在打破国外巨头垄断的同时 也为中国女性带来福音 兴许十年后 再提起中国兵工集团 就不止专业居民了解了 连女性粉丝也能津津乐道